嗨,大家好,我是胖姐 我昨天的视频的封面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个视频的封面呢 平时都是一带而过啊 大家刷到了呢 它就自动的跳过去 就开始直接播放内容了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发现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搞笑啊 特别好玩 所以呢 昨天我给大家说了 今天想给大家制作这个教程 这个是用美图秀秀制作的一个封面 其实我们如果自己呢 也想做封面的话 当然没有必要 就是说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单独的想把我们的视频 单纯的加工一下封面的话 用美图秀秀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 另外呢 美图秀秀也可以让我们创意一些 特别喜欢的图片 美图秀秀它毕竟是 图片的加工软件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单独的制作封面的时候 用到它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这个搞笑的这个手是怎么制作的 首先我打开的是我的相册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是站到这个墙壁前呢 自己摆拍了几个 一开始我是这样拿手 这样在这个纸上拍的 但是不太理想 然后我就站到墙壁前这么拍的 如果你没有朋友的帮助下 自己拍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相机设置成这个定时相机 我是让它就是倒计时两秒钟拍下 就是摁了开关之后呀 嗯我自己去摆好姿势去 然后它再摁下 最后我觉得这一张比较好选用的是这一张 然后拍了一个站到墙壁之前的这个表情的图片之后呢 又单独的拍了几个手 嗯脆钉壁一样这个手 看一个拳头 然后拍了几个手 拍了好几个 这几个有点黑不太好用啊 嗯要跟我们的照片的这个颜色呢 要搭配上 最后制作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下面呢我就去给大家制作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美图秀秀 打开美图秀秀软件之后 直接点击上面这个图片美化的功能 然后把我们这个第一张照片放进来 我用的是这一张照片 把我这张照片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 在下边滑动 看下边有好多工具了 在下边滑动找到这个贴纸的功能 找到贴纸 点了贴纸之后呢 这边出来一个自定义 选择自定义 然后选择这个 选择我站到点手张开的这个 好 下面呢选择之后 其实我这个手和这个人 它自动的给我默认了 但是我这个人脸肯定是不能要的啊 我选择橡皮 把我这个人脸这擦掉它 好的 然后我的胳膊也用不着这么多啊 也拿橡皮给它擦一点就行了 好的 大家看这个手这呢 它有些手指头没有选上啊 我们把它放大 手指头没有选上 然后我们选择画笔 给它选中它一下啊 拿手指头这么画它一下 因为它系统默认的不太好 好 好 基本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啊 然后我们就点这个最下方这个朝右的这个小箭头 然后再选择下一步 好 OK 打对高 这个就出来了一个这个这么大的手了 我们先把这个手挪到一边去啊 OK 打对高 然后把这个 我这个手呢 给它放大 放大之后选择 左边这儿这个图层 然后图层的意思是 你是选择主屏幕上 就是第一屏幕上的这个手啊 还是选择就是这个戴人的这个图片 还是上边这个手啊 现在选择手 然后把它调小一点 可以在屏幕上这样调啊 就是拿手给它 给它拿双指给它放大 缩小都可以啊 然后给它缩小缩小缩小 缩小到一定的位置之后呢 放到这个手指头上 好的 打对高 然后再把这个 手这儿呢 图层再稍微的调整一下啊 然后我们用这个消除笔 选择一下消除笔 把图片放大一下 到了这个手这儿放大一点 当这个消除笔双指 就是你的两个手指头 摁住屏幕的时候 是可以放大和缩小的 但是一个手指头操作的时候 它就要消除了啊 我们可以选择 稍微小一点 精细一点 然后擦一擦这里 好的我们继续啊 我刚才来了个电话 好像给它给退出了 我们继续继续添加贴纸 继续加这个自定义 然后加了这个了 然后再加一个拳 拳头进来 然后橡皮 把自己就是这一块擦掉 还是这个办法啊 只要这个胳膊 这个拳头 这个拳头 好的下一步 确定 同样的方法 可以把它调整方向 调整大小 小一点 放到这个手上 调整小小小 还可以继续小 好的 打对钩 继续切直 然后对手 放进来 镶皮 脸擦掉 胳膊擦掉 OK 全动 可以 变小 全转 放到第三个手上 全转 OK 打对钩 好的下面呢 我们要把这个 用这个消除笔 然后把这个 它这个手和手指头 连接的地方 稍微的给它这样擦一下 就太粗了 把这个消除笔 选择稍微细一点 选择到最小 最细的地方 然后把它轻轻的 这样擦一下 它就 这个时候 其实用我 那个那根笔 最好了啊 就是那根画笔 最好了 我们这样划一下 好 它这样对接的呢 颜色上面 我们可以再给它 放大一点 哎呦 这样颜色上面 比较柔和一点 就是把 其实把这个黑印 给它点一下 这样呢 就对接的比较 当然我们这个 也是很简单的 一个制作方法 也能看出来啊 好的 打对钩 然后这样呢 我这个手指头 就基本上制作完了 显示 自己的手上面呢 又伸出了几个小手 看上去挺可怕的 然后我们就保存 可以使用了 当我们就是 保存好了之后 当我们在西瓜视频 上传自己的视频 当我们选择了西瓜视频 然后点击下边 这个发视频 再选择上传视频 把我们已经剪辑好的视频 这样选中它 导入了之后 选择下一步 然后写上标题 把原创打开 这个时候呢 我们修改封面 修改封面 右下角这儿 有一个相册导入 相册导入 第一就是我们 刚才制作好的 这一张照片 我们选择它一下 然后呢 你可以 给它再加上一些文字 我昨天就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我的手 这样 然后写上一定 写上字写好了之后呢 把字 颜色改变一下啊 然后写好了之后 选择完成 这样呢 我们的视频 就是单纯的 制作了一个封面 就制作好了 我们就可以选择发布了 就是这么着的一个过程 我们下期再见